好 这里讲一下这个汽车啊 这个汽车模型 五轴的加工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模型啊 大家看一下最小圆角半径 好 2 2的一个刀具 看刀具的长度啊 这要有多长啊 好 第一次加工啊 咱次就要加工到这个这个面就可以 好 看一下这个面大概有一个点 大概有100多 好 散热啊 给一个长度的距离 50 然后再加一个加强的刀杆 好 长度也为50 好 然后还有一个刀柄 好 还有一个刀柄 好 还有一个刀柄 好 然后还有一个刀柄 好 这个你看这个80啊 加强的一个刀银 好 OK 这是一个初开啊 初开之后 然后到一个半斤加工 半斤加工的一个道路 还有一个秋头刀 好 拿一个二十 一个道具路径 二十五十 这给一个二十 一个刀银 好 这样就一个就可以 好 接下来对一个小细节啊 这几个地方啊 这个里还有一个小小块啊 进行一个开出用的 还有一个小块 这个改下面 好 再中间一把 进一个小地方啊 轻角的一个刀银 轻角的一个道具 好 这样一把刀银 好 这样一把刀银 进行 从那个小地方 还有在这个地方的啊 轻根啊 最后来把小的球头刀 进行轻根 轻根 还有个阿四啊 就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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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就先啊 先超年这几把啊 到后边啊 咱们用了上了 说咱们再继续 咱们保存一下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先进行开出 好 先充电几个文件夹 好 出 20是出加工 好 半斤 还有个进加工 最后还有一个进更 好 这样几个参数 好 首先进行一个开出 好 留一个的余量 散热 行锯给一个20 24 下切给一个 刀具 选的是用这把刀具 32的刀具 好 高速刚升这里 改得稍微大一些 好 咱们就去加工 通道啊 这个一个